大家好 我是小强 一个普通室王亮仔 现在的话 上午9点 刚醒来 昨天晚上睡得还是挺好的 刚昨天晚上开个空调睡 盖着这个被子 真的是舒服 这是露营没有的体验 没有睡得这么好的 以往来说 还是挺划算的 昨天晚上挺安静的 现在准备出发了 往那个岩寿县 岩寿吧 到那里了 没多远 好像不到七十公里吧 然后到上至的话 好像一百多 上至到不了 现在上午9点多出来 感觉还挺凉快的 这里有个面馆 牛肉面馆 吃个牛肉面先 刚才点了一个红烧牛肉面 加味 这个宣传弄得挺好的 红烧牛肉面 好像是不辣的 看了一下地图啊 那个岩寿县没有充电桩 到那个上至才有 上至107公里啊 应该到不了 估计一百公里左右 应该电桩就冲的差不多了 前面可能有三路吧 上货比较多 你看吧 这个牛肉 是吧 挺实在的 刚刚刚在那个后面面馆嘛 吃了一个16块钱的牛肉面 那个牛肉颗粒还算 第一道的 挺大的 看到一个模拟的 这个大包小包的 这个车多少实力啊 250排量的嘛 这个车我能骑 这个车还挺低的 你看吗 挺低的 我直接可以骑上去 这个好小啊 这个车 包还蛮多的 数位江苏牌照 收住的 不对 江苏的省会是哪里 南京的 这个车有意思 我也能骑 这个落地距离 五六五六十厘米 这个车的车座确实低啊 好低 这个车适合我骑 好小的 我这边现场都改变了 也太多个点了 我这边现场都改变了 太多个点了 看吧 方正西市场 哦 讲的讲我们老郊现场差不多 好热了 中央大街 人临三长 这边 这边 还有实际的展示 一个村子 实际一个这么大的民主广场 看这边吧 一派丰收的景下 农民在那里收割粮食 229国道还有10公里 这次走的是229 哇 那小伙子跑得好快 我们女人就刚刚那那摩托吧 大车太多了 这边好像是飞机房 哦 太阳出来了 旁边有狗叫啊 旁边有个村子 是那个什么新城市还是什么村 回看一下吧 飞机房确实是少见 哎 哇 哎 这个飞机房里面一塌糊涂的 被当什么厕所 哎 这个飞机房是吧 应该是完全去不了了 一塌糊涂啊 全是纸巾那啥的 哎呀都不忍 看 然后这条路 大车还特别多 我之前在山西啊 有一段路啊 是去哪里的我都忘了 飞机房比较多 但是那里大车太多了 你住飞机房的话 会整晚吵着睡不着 好 哎 这个水移路面了 柏油路还好一点 那个 飞机房的话住不了 这怕能住的话也很难睡好觉 大蛇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嘛这旁边是高树啊 这条河的名字非常有趣 叫蚂蚁 河 跟蚂蚁花呗是一个名字 蚂蚁是很小的意思 但是这条蚂蚁河还蛮宽的 这款都有差不多松花江的一半吧 挺可以的 今天起起来确实比较凉快 感觉不到20度 哇这个我的鱼套上去了 因为风比较大 是我进入4月份以来 进入4月份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凉上 之前一直都是热热热 我也该降温了都走9月中旬了 这路的话路况不是很理想 因为旁边修的高速 这条角度比较窄啊 倒不至于水滴路 路况不是太好 看我头里的小火到那么快 摩托车确实是快 摩托车太快了也不好 我刚才以为我炸摘了 原来是那么路太烂了 一阵一阵的 很高 哦 技术的高度 这辆路以后可能不会痒住的 这么广阔的金黄石 抚太阳了 这辆路真的是震头怀疑人生 好像补丁一样 我们这边的圈子 人是大风车 这种地方生活其实也挺好的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了 要想找飞机房 最起码要离开黑龙江 吉林好像也是农业大省了 到辽宁可能好一点 那边山多 不是粮食就人家 确实不好搞 你看我身后这幅景象吧 让我想到了风神第一步里面的西齐 这一路全是金黄色的 丰收的喜悦 太阳出来了 前面往岩寿 右转复原 复原 云南的复原线 明年的话可能上云南了 云南是一个飞机房比较多的省城 还有19公里到现场 一下骑了40多公里 腰的话有点酸了 因为这个电动的话 它你这个腰是不活动的 我骑摩托车应该也会腰酸 骑自行车不会 因为腰部像血液循环了 反正运动 而且3D车的减震非常好 所以不要痛 真空胎的减震非常差劲 摩托车也一样的 进入市区 奇怪的 严寿不是个县城吗 县城县迪斯了 这地方还属于哈尔滨 小刀电动车 新国标 选小刀上绿盘 眼加上 哎搞得我又想买新的了 这肯铁 老是诱惑 前面就是应该就是县城的 比较黄滑的地方 你看了 人数商场 这个地段应该是县城的中心地段了 我写的地方还是蛮好的 在这里住吧 哎呀 云南过桥米线土豆粉 这一块应该属于中心地段了 这一块西域 县城的中心应该在那里 西域60多公里65公里吧 66公里 看一下还有多少电 这个坐筒我知道怎么打开了 再一扭 然后轻轻一翻就开了 多少电 六十二点二幅还有 百分之二十三 我这一块确实是应该县城中心 严肃商场 严肃金街 是不是 消购物的地方 还有珠宝杀的 这个县城中心 这个 小巷子里面有快餐了 原来个什么公寓出租 有旅馆 一般便宜的就这种地方 相当于南方的城中村吧 那个48块钱特价房 还可以 问一下 打麻将的声音 这边有一些旅馆超市 这相当于东莞的城中村 是吧 公寓啊 小的 旅馆 就问这几家吧 就那个金街那边 在放歌放的特别响 但这里面听不到 就这里问一下吧 把车给弄过来 看吧 金街在这里 这边比较吵 旁边有很多 饭店可以探店一下 是吧 就普通的饭店吗 那边还在建设 这里个 新兴 南胡同 这里面吧 有几家旅馆 看吧 充电问题解决了 这么长的线都没用到 就是上面接一下 就是这个旅馆吧 裁员旅馆 老板是个年轻的 三十多岁吧 挺好的 一个青年人 这人一接就完了 我还是用慢冲吧 现在时间还早 冲到晚上再过来拿 慢冲安全点 这样盖住 不怕下雨 房间终于弄到了 这边的房间是60块的 他们三张床 应该是床位吧 60块的没必要 然后它的厕所主要是这马桶的 这不是我住的 我住的在中间这个房间 这个三十块 旅馆吧 下面那个电视在播报 有点震动 有风扇啥的 有WiFi 还可以 这边也是三十块的 这边也是60的吧 马桶我用不惯 看开灯在哪开的 这个洗手线 男女工用的开关在外面 刚才没找到 这个我就习惯了 是不是 回房间了 休息 相当于东莞那个挂壁房 是不是差不多30 不过东莞比这边还便宜 东莞的话 这种还是带卫生间的 卫生间离得近 挺好的 这段时间一直用的那个马桶 用的我好难受啊 好不习惯 刚才那个老板没有收我电费 没有提到 然后昨天那个老板娘也没 也没讲电费的事 挺好的 我那个电池还有62伏的电 还有20%多电 那个电应该还能跑个30公里 90多公里去好 确实是比较整齐 确实 跑90多公里确实比较整齐 哎 这个旅馆的名字还挺吉祥的 下午4点多了 出来转一下吧 哪个电还没充满 你看这边吧 这边就开始弄月饼了 马上过中秋了 出来转一下吧 今天的气温呢 穿着床就出来的感觉比较热 挺舒服的 岩寿县城的中心区 来这条街道逛一逛吧 你看吧 我那个商城还挺大的 弄珠宝的 卖鞋子啥的 衣服五十一件 裤子一摆一条牛仔铺吧 这个价位怎么样 价位不贵吧 是不是 这是中心区百货大楼 这里附近好像有电影院吧 应该有 哇 这里有个车夫的雕像 这个还挺接近 真人比例的 看吧 看吧 电机层 哇 看个字弄得挺好的 那里面热热啊 我拿去逛一看吧 那远出来一雕像 你看吧 这东西弄得挺精致的 这花朵 这个什么招聘的 服装的四千到七千 供是怎么样 感觉还可以吧 这一家四口啊 挺幸福的 后面是百货大楼购物中心 从这个角度看吧 这个县城感觉还可以 云南葫芦童年的味道 来这边吧 时尚金街逛一逛 都是老人家呀 卖水果的 那个西瓜好大个 我的天 这里面 还有个银行开在这里 这是游乐场吧 挺热闹的 看吧 乔丹体 三六一 红星尔克 还有很多店面 一直知名的 这应该是地下停车场 还是干嘛的 这个县城感觉很不错 哇 哇 叫大妈什么那个鸡排呀 还有人家烟火 哇 看这边吧 什么一些店面知名的 哇 弄的挺好的 海南支架啥的 还有摆他卖东西的 哇 应有尽有啊 这个地方挺热闹的 弄来挺精致 还有这个鲜花的点缀 这个铜像 这个卡红熊 挺可爱的 还有玩这个套套 有套那个东西吗 南韩国际 那边还有那个什么 韩式快餐 滑的 浴雪冰城 一些大的店面都是 南韩时尚国际 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县城了 弄的这么好 两元一袋 锅包肉 锅包肉 肉我吃过 太酸太甜了 吃不惯了 这好多什么生蚝小哥啥的 火爆鱿鱼是吧 大甩卖 这下面摆摊卖吃的好多 很有生活气息 哇 那里有个影城啊 可以看电影是不是 挺好的 这是下面的店面了 啥的 烤面筋 挺齐全的 外面的这小区好新呢 正光挖亮的 这个洗手间的标志这么明显 弄得很棒 确实很棒 这里应该是现场的中心 盐寿 这个名字真的挺吉祥的 延长寿命 那里面健身俱乐部 这个码好大 应该是按蒸马比例弄成的 人的比例也是这样的 这地方挺好的 上面有个影城 看电影也方便 京阶健身俱乐部 不是 那个什么京阶水汇 那个消费肯定很高 现磨咖啡 我还有一位星巴克 这里有那个自作水饺 23一位 这个倒是挺便宜的 鲁串 呃一元一串 你看那个鸭肠 十元三十串 这个价位怎么样 是吃什么 臭豆 这边拿一个小瓶 搬开吧 等一下 那个还要刷油 小瓶 再加一点料 还挺大个的 再刷一点酱 应该差不多 刚才后面消费了24块了 先吃一点东西 这里一个烤勺皮吧 八块 这里一根这个肠 一根肉肠 两个鸡尾 一根这个什么鸡嘛 这里十六 这里八块二十四 感觉还可以 兄弟们 开饭了 我点这个勺 好久没吃烧好了 老板娘看到我 她都知道我什么意思 少来点辣椒 所以有肉末 肉末 豆椒 还有肉肠 挺好吃的 我这个口腔会让刚好 她忍不住 等一下晚上 吃那个要扛一扛 稳住啊 本来想吃那个生蚝了 那那碗里的话容易碰碰 这个是那个肉肉肠 这个是那个肉肉肠 老板说没有淀粉的 他说这个是纯肉的 没有淀粉 有点烤椒了 有点烤椒了 应该不是纯肉的 这五块 分量挺大的 生活不是剧本 要看看 生活不是剧本的 没人比你演戏 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嗯 把握张看 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相当于那个什么 这么少一只 这个是小鸭子 太残忍了吧 不 上面那个毛蛋吧 上面有活猪子 这味道跟活猪子一模一样 这味道跟活猪子一模一样 这位鸡尾 哎呀 这位鸡皮补吧 有个鸡肉在里面 这这个油炸得太腻了 这这个油炸得太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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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留在这个肉肠外面裹了一层皮 裹了甜粉 那个面包汤吧 今天非常的软 吃起来像那个油渣的香蕉 还挺好吃的 从从里面那个小饼包着一个肉肠 非常脆 这里面的肉肠太软了 总理来说这个还是挺直的24这么多 都能吃饱吧 能吃饱 这个里面有肉末 是真的好吃 这边还是挺好的消费不高对我来说还可以吧 该吃吃干嗦嗦嘛 自媒体这个东西真的靠运气的真的很看运气 有的人很有观众人嘛 有的人去那个面馆吃个汤面吃饭面 朝餐店吃个包子 几百万的播放量我也看不懂 别人还说翻车就翻车了 你能帮我怎么样 大不了干了 哎呀太难搞了 看来没什么老实人 老实人的话 很难混了 整个食物怎么来吧 小小小一点 这个炸饭的味道很一般 太油腻了 这偶尔吃还是经常吃扛不住啊 这少比倒是挺好吃的 也不油腻 这个是烤的 这个是油炸的 总理来说还行吧 这屁股太肥了 这个这个扫皮确实好吃啊 一点的骨油腻 很软 Q弹 里面的肉 味道非常好 那个肉肉末啥的 就说这么多了 外面声音大不会太尴尬 去前店里的话尴尬 今天又是非常好的一个天 嗨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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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